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跟进了 好 但是呢 我们还来看到就是说 接下来他们也演你可能会向党中央来借降 主要呢 就是要来补齐国际跟两岸政策的不足 不过侯友宜带着来参选 现在当然就是被绿营批评是落跑市长了 新北市现在没市长了 也引发了公民团体不满 在昨天新北市政府的大门前 就以高压水柱洗出了落跑市长侯友宜 被警方带回劝道 在新北市政府前抗议 因为有公民团体不满新北市长侯友宜 被国民党征召为总统参选人 17号在市府大门口人行到地砖上 以高压水柱洗出落跑市长侯友宜等字 却被警方带回劝道 另一头民进党立委参选人何博文 与多名绿营立委也痛批侯友宜代职参选 如同闹跑 绿营炮声咚咚和友宜也牵上火线回应之一 面对国家在现阶段国外行事选进国内 百废待机 其实一个对国家社会有责任的人 绝对不能视而不见 应该挺身而视 国家跟新北市也都是息息相关 所以我一定全力 让新北市在这段时间仍然永不停歇 力求兼顾选战和市政 如今也传出侯友宜竞选团队成型 新北市部分小内阁成员 像是副市长谢震达将辞职投入辅选 副秘书长张其强 法治局长吴宗献也渴望跟进 我们的团队不管内部如何调整 最重要的选举不要影响市政往前走的力量 延续三届总统大选 蓝营都推出直辖市长当母鸡 但前两届的朱立伦与韩国瑜 全都杀鱼而归 就看想要再次政党轮替的侯友宜 能不能突破魔咒 华氏系统金刚成志学 张宁春刘伟成 台北新北综合报道 本节9点邀请您与世界同步 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 What News 9 陈亚林世界晚报 给您崭新誓言